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怎样的 他又是如何走向衰老的呢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应该说比较轻松的话题 但是呢 为什么要讨论 主要是我周围的朋友们问的太多 所以我想一个一个的解答太麻烦 干脆咱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免得花时间一个一个讲吧 好 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讲皮肤的保养的正确方法 说到这个还是要需要了解了解 我们的皮肤是什么一个样子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图 这个图大家能看懂吗 最上面这一层都是洞洞 都是眼儿 我们大家想一想 马上会想到什么 这像不像鱼王 打鱼的时候的鱼王 你看这个洞洞大小还是差不多 对吧 这么一层 当然我这个这一层是最外面的一层 就是我们表面这有一这么一层 是鱼王 大家想我没看到鱼王啊 实际上你眼睛看不见 这是放大了才能看见的 这个鱼王可重要了 我们后面再说 先来看看什么样子 那么下面呢 鱼王下面呢大家看到没有 就这么有一点像波浪一样的 然后这么厚厚的 它是有好 这一个个的小颜色深的小点点 就是细胞 我们叫细胞组成了 你看都是细胞吧 这是不是像一扎 打一个比方像那个打桩一样 篱笆打了几根桩 把这个细胞呢 我们说表皮的细胞 都给它固定住了 这是表皮吧 然后下面呢 表皮下面大家看 这是红的波浪状的 就像这个水波一样的 这个下面就叫真皮了 我们关键是 大家这个根据这样的机构 脑子里要想到 表面这一层是鱼王 是保护你的皮肤的最外面这一道防线 为什么我们说要有这一道防线 后面我们再讲 那么整个来说 如果我们把人的皮放大来看 大家是有一个概念 皮会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上 皮肤保护啊 养护啊 方法千千万万 可以说是层出不从 但是大家要想 皮肤保护的最基本要点在哪儿 怎么才是正确的 我们看了这个皮肤 我是给大家有一个印象 细节我们后面再来讲 你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看下面一个图 这个图我们要稍微深入一点了 刚才的一个概念 那是真实的 这个是四一图 为了讲得清楚 我们要用个四一图 你看这表面枯了几根 这个我们一看都知道吧 这是毛 对吧 当然人类进化到 现在毛已经很稀疏了 除了头发和特定的部位 有比较浓密的一些毛发 其他的部位都很稀疏了 不显眼了 这些是毛 然后大家看刚才我们画的 这红的 粉的 这一个一个的 由细胞组成的 这叫表皮 一般的我们说 你看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还有已经不明六层 七层 可以说是七层 表皮有七层细胞 这么一层一层的 这个重底的 它是不是就像一堵墙一样 我们这个房子都要用砖头 七层砖头 砖了一道墙 这个墙有七层 对人来说 你看这是不是一层一层的 这么形成的 好 那么这个一圈一圈的 就像一堆线团一样 然后有个管开到表面来了 通到表面了 这个大家能想出来是什么吗 我们皮要干什么 出汗 这汗从哪儿来的呢 这就叫汗腺 它产生的这个水 需要了 就通过这个管 流到皮肤表面来了 这不就叫汗腺吗 这是在真皮里面 好 然后这是真皮 这下面黄的是脂肪了 就像我们皮下的 叫皮下 叫脂肪 叫油 好了 那么在这个 大家看这个表皮 我们刚才说了 有七层 这是用砖头砌起来的 这个表皮里 大家看是没有血管的 好 这一点特别重要 表皮里是没有血管的 血管在哪儿 在皮下的血管 然后往真皮里分支 这是动脉 这是静脉 然后在真皮里面 才有血管 好 这一点为什么 我说重要呢 我们说了 你表 你人看见的是表皮 表皮的好坏 它要有营养 首先要有营养要充足 而营养从哪儿来呢 是在真皮里面的血管 然后渗透到表皮 去给它提供营养 好了 那么你说这个渗透到表皮去 你这个砖头砌了七层 这个营养怎么能到表皮去呢 是到不了 第二第三层以上是到不了的 好了 那它只能到哪儿呢 大家看到没有 只能到紧爱着的 最下面这一层细胞 这一层细胞我们有一个名 叫基底层 好了 说到这儿 这个核心点快要及时出来了 什么呢 我们说保护皮肤 你保护在哪儿呢 如果这个基底层细胞是好的 是能够正常的干活的 你的皮肤怎么样 因为上面这些细胞 是只会死不会长 只有基底层细胞 可以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可以新生出细胞出来 就像我们砌的一个墙 七层细胞 最外面那个砖头 可以突入 就是不会变成新砖头 只有最里面这一层砖头 可以变成新的细胞 从这一层长出来的 而这一层呢 紧爱着的下面是真皮 真皮里有血管 有营养物质 所以人体的构造怎么样 这一说大家全明白了吧 因为最里面那一层细胞 是可以得到营养的 而然后它一个变两个 表面突露了 然后第六层变成第七层 第五层变成第六层 然后甚至上第一层变成了两层 上推到第二层 这还有一个这样的 这种颜色的 它生出一些小汁儿分出去 这个细胞叫黑色素细胞 说到这个大家想 黑人那么黑 是不是黑色素细胞多啊 白人那么白 是不是赫色素细胞少啊 当初我还是这么想过的 可是当我很多年前 我去美国干活的时候 我这些细胞我都能看见 我就好奇的 把那个黑人的皮和白人的皮 拿来比一比 一比啊 结果发现 黑人的白人的这个细胞 这个细胞的数目啊 都差不多 没有白人少 也没有黑人多 黄中人也没有 跟他们都一样 那为什么皮肤黑了 皮肤白了呢 实际上不是这个细胞多和少 而是这个细胞产生的 黑色素的那个颗粒多和少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皮肤的机构 说到这儿 我觉得后面要讨论保护皮肤 就简单得多了 那么我们说怎么保护皮肤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图 这个图 我们换了一点跟刚才类似啊 机构是类似的 只是换了一些不同的气弱点 你看这是几根毛 这是表皮 波浪的 这个整个是真皮 下面皮下有血管 然后分支到皮真皮里面 红的是肚脉 蓝的是筋脉 大家看 这有黑知道吧 这是汗线 产生的汗液怎么样 要开口的表皮 皮肤表面要有汗孔 就是一个洞 那是汗从那排出来的 这地方还有一个呢 我们叫什么呢 猫囊 看到吗 这是一个毛 毛是怎么长的 这个今天我们也不讲 我记得好多年前 那个做那个长头发的 所谓生发的什么 要找我合作研究 它那个药怎么有效 我说你不要搞了 我清清楚楚 最简单了 如果这个毛掉了 这个毛根还是好的 它一定能长出来 只要营养够 如果根都没了 它怎么长出毛呢 对吧 好 这是我们今天不谈了 好 关键是在这 皮肤这个毛这个地方 这还有一个小玩意儿 就像毛根上面 这有个背了一个跨包 有一个布袋子 这个袋子是产生油的 我们说皮子线 皮子线不像汗线 自己有自己的开口 皮子线的开口在哪 在毛根毛囊的 一起开口的 所以有毛的地方就有皮子线 那个油是顺着这个毛 爬到皮肤表面来的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很多人都渴望 无论岁月如何侵蚀 自己都能容颜不老 永保青春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 不惜花费重金 呵护皮肤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 行之有效的 肌肤保养方法呢 我们说到这儿 你说保护皮肤 这个地方给大家一看 这个人的皮肤的表面 你看红的 蓝的 密密麻麻的 布满了什么 各种我们说灰尘层 这里面有病毒 有细菌 有各种霉菌 各种让人得病的 这些维生物 可是我们谁一刻不停地 被这些病原体感染了 几乎没有 对吧 全靠的是什么 靠着我们表皮这一层 是一个强大的 这个壕沟也好 篱笆也好 或者防御层也好 把这个外界的 让你得病的这些病原体 统统地给你 拒敌于国门之外了 都给你挡住了 看到吗 不要你进了 当然如果你的汗腺口子 这是一个皮肤是完整的 它可以通过汗腺的开口 或者猫囊的开口 可以进了 这是有口子的 所以大家猫囊的开口 大家经常听说过猫囊发炎了 最多见得皮肤上鼓了一个包了 对吧 那都是细菌 顺着猫囊开口进来了 所以我们说你保护皮肤 从这个来说 第一道防线怎么样 表皮七层砖头要完好 不能这个都要有口子 有口子这些将你得病的病原体 都可以通过口子 因为表皮是没有血管的 所以只要有血管的 它才能入血 要到真皮 可是你表皮要完整的 它怎么进去呢 进不来 只有汗孔和猫囊口 才可以 这个口的地方才可以进了 所以我们说保护你的皮肤 最关键的第一条 就是什么 只要把表皮的表层保持清洁 你不要写 有的人有所谓的疾病 非要消毒 去擦的不停 抹的不停 洗的不停 错 不需要 你就要用清水把它充实一下 就是让它保持清洁 就足够了 没有细菌反而会出问题 这个世界我们不说 但是大量的细菌病毒 那个对你的皮肤 总有这种机会 入侵的机会 所以我们第一步 把你的表皮的七层 这个防线不能损伤 然后用清水 清洁一下表面 这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点 对吧 这是应该很好理解吧 从这个图 好 第二点 我们说保护皮肤 比如我们要怎么保护 再往下走呢 我们来再看一个图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表皮吧 你看表面这个 就像鱼网一样的是角化成 这个是表皮的七层细胞 我们你看 专门把这样的细胞 把它显示出来 这种颜色 这是什么细胞呢 刚才我们还记得吗 黑色素细胞 让皮肤的颜色有不同 有的人皮肤黑一点 有的人皮肤白一点 并不是这细胞的多少 而是细胞产生的 这个色素的量的多少 它是在那一个 就像一个工厂一样 它在那不断地产生色素呢 那什么情况下 它要产生色素增加呢 它为什么要产生色素呢 这就是人类自我保护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当外面的阳光或者叫紫 这些最简单说紫外线嘛 紫因为皮肤是没有 这些细胞是没有颜色的 是透明的 阳光紫外线穿透进来 只能靠这个赫色素细胞了 我刚才画的还记得吗 赫色素细胞要生出好多小汁 它就是感受现在紫外线的亮的 强弱的 一旦这个细胞感受到紫外线多了 干什么 马上发信号 让这个细胞多产生一些赫色素 产生黑色素了 把这皮肤就像窗户一样 用个布帘子给你挡上了 那紫外线进到下面 皮肤真皮 对人体的真皮来说 几乎就没有伤害了 它把紫外线给你挡住了 好 我们说到这儿 保护皮肤 该明白 第二个关键点 干什么 防止紫外线的照射 下面我们还没讲 紫外线照射下来 表皮没事 表皮它自己可以 表面掉了 还有再生的细胞可以长新了 关键是真皮里面 紫外线进来 我们后面再讲 损伤到什么来西部分 所以第二层 怎么样 要防止紫外线的照射 大家觉得这个我没有感觉 当然你自己是没有感觉的了 等你伤害了 为什么大家看最简单的 那些野外做猪衣的 暴露在野外的农民种田呢 一个个为什么面部的或者皮肤都是皱纹也多 也早早就显得那么苍老 就是紫外线把皮肤的不是表皮 是真皮是真皮 我们后面再讲 这个第二点也就明白了吗 好 这个图就是再进一步 大家我刚才 我讲那个紫外线伤害 怎么黑色素怎么保护的 我这是放大了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七层 大概七层细胞 这是表皮的细胞 你看这是一个核素素的细胞 在这儿 它放大来看里面都产生很多这些小颗粒 就是黑色素 如果紫外线一照射 它这些生出的汁 就像天线一样 就接受紫外线的照射的刺激了 刺激了 马上它就感受到了 就叫一个细胞产生大量的 这是黑黑的颗粒 这黑黑的颗粒一产生多了 就像一道黑帘子 把皮肤给你变黑了 挡住了你的紫外线 对下面珍惜你的损伤了 这个是进一步说明 这一个紫外线的问题 说到这儿 我们大家觉得 那我明白了 还有什么呢 好 关键的点还没来呢 随着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 保养肌肤逐渐成为 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由于缺乏对肌肤的了解 人们常常会陷入保养皮肤的误区 那么人的皮肤组织是如何构成的 我们在皮肤的日常养护上 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我们下一个图 大家看到了吗 我专门又放大了 这是表皮 这是上面的七层 下面叫真皮 皮肤皱纹也好 显得不光环也好 显得颜色不灰暗也好 实际上主要是真皮里面的变化 表皮是七层细胞 它是透明的 它是没有颜色的 颜色的和收束的弹性的 全在真皮 真皮里面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是表皮 这一层肌底膜 就像有一层膜 真皮里的营养 要只是供给最肌底层的这一层细胞 好 真皮我现在画的这一些 大家不是画的 这是真的人皮照下来的 给它给了一些颜色 大家看这里面有好多这些条条 好 真皮里面核心点 我们叫里面有真皮的三种显微 这种显微大家平时肯定听到过 一个叫胶原显微 什么叫胶原 这是红颜色的 就像破红木条一样的 叫胶原显微 那我现在染的 蓝的叫什么呢 弹力显微 你的皮肤有没有弹性 就有这些显微 如果都是连续的 没有断的 怎么样 弹性就好 断掉了 哪来的弹性呢 还有一种叫网状显微 三种显微 我们今天不专门讲 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真皮里面 关键要有这三种显微 组成了你的真皮的整个的里面的各种营养的分布 弹性的好坏 胶原的成熟度 由它们真皮里面来决定了 我们再来看再放大一个四一图吧 更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真皮的理解 你看这是表皮 我们不管它了 你看啊 这里面主要是三种显微 一个叫网状显微 网状显微打个比方 就像一个支架 就像建房子的钢筋 把这个架子打起来 这叫网状显微 胶原显微就是什么呢 水泥 还有一个叫弹力显微 弹力显微呢 就像一种互相拉扯的 一种有生熟性的 一种保护皮肤 能够有一定张力的 一种拉扯的 一种斜的 一种调缩 这叫弹力显微 所以我们说 对人体的皮肤来说 怎么保护你自己的皮肤 我不细讲 通过这个大致的 这个正常的机构 和它的规律 你应该明白怎么合适 事迹当然有很多了 咱们只能是粗粗的 给你一个原则性的意见 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习惯 有个人的这个条件都不一样 原则我们说到这 好 今天就到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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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